香港野果第十一集 Hello 各位 歡迎收看香港野果第十一集 今次介紹這個野果叫小果葉下珠 大激科 是香港的原生植物 樹是一種灌木 樹枝細小而長 葉和花筋都有一些微的毛 樹葉的葉托是鑽狀三角形 大家可以看看葉的質地 像紫或木質 橢圓形或卵形 葉面是深綠色 葉背是灰色的 葉尖是急尖 也有時是鈍圓的 大家可以看看果實 果實是生長在葉的底下 在旁邊看到 果實是球形的 未熟的時候是青白色 熟了後是紅色的 灰光後是黑色的 裡面的種子是三菱形 小果葉下珠的花期是三至六月 果期是五至十一月 葉下珠有很多不同種類 小果葉下珠只是其中一款 小果葉下珠 小果葉下珠 介紹完相關的知識之後 我就開始試吃 我先試吃 因為我已經洗了 先試一試 熟了紅色的 一顆 一顆 果實是非常小 大家都看不到 果實頂 有五至四片的 白色的 白色的 這塊 只有三塊 三至五塊 因為我剛才看到 多數都是四至五塊 尾巴 尾巴 就有一顆定 我切開給大家看看 好 大家看到裡面 好 我先試一試味 葉下珠的果實是有益的 是沒有毒 而有益的 咬下去都是爽爽的 質感 有一點甜 很微弱的甜 味道 跟大部分的果果一樣 都是一種草青的味道 或者吃完這一半 紅色 非常非常小 比藍莓更小 嗯 都是差不多 那 試完紅色的 接著我試一試 這顆 黑色的 是完全熟透 而乾了之後 就會變成黑色了 可以看到上面有 都是三 是不是五塊 因為都太細 都看不清楚 三至五塊的 果葉 這顆黑色的 就大顆少少 那我再切開 看看 那 都看到一些水分 在裡面 紅色的 果汁 裡面的果肉是白色的 外皮就是 紅黑色 接近黑色 那我先試一試 我看的資料 可能都有一點錯誤 其實 黑色的 是 我吃下去 就是 比紅色的甜味 強很多 我相信 我相信 應該是黑色 才是完全熟透的狀態 是好吃 比紅色的 很多 這顆黑色 是甜很多 好 再吃一邊 嗯 都相當之甜 嗯 嗯 爽爽的 質感 外皮比較爽脆 裡面 都是 基本上整塊都是爽脆的 微微的甜 還有 有一股 始終都有一股 草青味 好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 對上幾集 可能因為轉了 第二部 攝錄機 拍得不太好 今集轉回iPhone 那些對焦都應該好一點 喜歡的大家可以 like 和share我的影片 好 拜拜